大家好,我是小凯 上节课给大家介绍了面向对象的概念 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就来应用一下面向对象的概念 这节课呢,主要就是来讲 如何在同一张图上画多个子图 我们看一下课件 首先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Metplotlib对象 它主要是有大的对象 它有三级,一个是Figure Converse 一个是Figure,一个是Axis 这个呢,就是画布 这个呢,是图 Axis呢,就是在Figure上生成的一个坐标轴 也就是实际画图的地方 后面呢,我们会用例子来详细的介绍这三个对象 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来看一下子图是怎么画的 为了在一张图上画子图呢 我们首先需要生成一个Figure对象 然后我们在Figure对象上呢,添加X实力 也就是添加一个子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参数 它有三个数字 111 如何理解这三个参数呢 首先第一个参数就是我们总的子图的总行数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是我们子图的总列数 然后第三个参数呢,就是子图的位置 当然这样讲可能比较抽象 所以我们现在用实力操作一下 让大家可能理解的更清楚一点 好,我们现在开始写代码 我们首先先生成一个训练 然后我们生成一个对象 然后我们生成一个对象 然后我们在上面画出 这是我们画的第一个图 我们运行一下试试看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左上角呢 我们画出了一个依次曲线图 然后我们要在这个地方也再画一张图了 怎么画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图的位置是1乘1 这个图的位置呢 就是1乘2 因为它是在第一行 然后在第二列 所以说呢 我们这是1乘2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2 这个是第一个 然后这个是第二个 运行一下 好,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画出了一个对应的图形 当然依次我们可以接着在下面画上第三个图形 第四个图形 我们试一下 我们试一下 这里改为三 改为四 好,四个图形都不一样 我们运行一下 可以看到在这个 在这个figure上面 我们画了四个图形 这个就是紫图 当然 其实除了用面向对象的方式 在pyplot里面呢 也有简单的函数 用来可以用来画紫图 我们也尝试一下 我们也尝试一下 好,这个我们重新运行一下 然后删掉这些 先导入 这个figure.addsubplot 这是面向对象的方式 是在figure上面加上一个subplot 加上一个subplot 我们画出x曲线 我们现在增加一个 又出来了一个 我们接着画 好,可以看到 我们用这种交互式的方式呢 也画出了这一样一些图形 像这种组图呢 用来做对比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 比如说你要画不同的图形 然后来观察它们不一样 这样的话就可以形成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对比的效果 好,今天的作业呢 就是大家课后呢 创建一个1乘2的子图区域 并且画出不同的图形 也就是一个一行两列的 一个子图区域 然后分别在这两个图形上 画上不同的图形 当然图形是你自己选择的 好,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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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